世人都說這裡的野色 是最璀璨, 最擾木 身處這麼美麗的城市 會不會覺得自己的人生與別不同 你會是甘於平淡, 過度一生 或努力不懈, 出人頭地 你有沒有想過 是誰主宰人的命運 是你自己, 還是一些你不知道的力量 這些問題要問誰才會得到真正的答案 血體溫正常, 心跳也正常吧 有沒有幫她量血壓和檢查血糖? 沒有, 不好意思, 米醫生 這個陳鳳儀剛星期二來看過你 我想科龍關的 什麼?她按住了 就是這樣, 我上次看她的時候 又沒有跟我說 不要緊, 我解釋給你, 很簡單 黃色膠囊這隻是指頭痛的 橙色這隻是收鼻水 橙色小粒這隻是化痰的 咳藥水當然是指咳的 白色這隻是胃藥 原來她沒有開抗生素給我吃 為何你覺得你需要吃抗生素呢? 我看見黃師爺也是這樣吃的 張太太,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第一, 你沒有發燒 第二, 你的心跳正常 我還幫你聽肺, 沒雜聲, 很漂亮 嚴格來說, 你只是呼吸道感染 也就是一般的傷風感冒 跟細菌病毒感染的流行性感冒 沒有不同 一般的傷風感冒和流感相比 它的病發期會短很多 康復期也會快很多 所以你絕對不需要吃抗生素 抗生素不是醫傷風的嗎? 抗生素是專門對付流感病菌 不可以連食的 因為它同時可以殺死你身體內的益菌 進來吧 康復, 溫婷提示 你一個症狀提了大半個小時 可以了 張太太, 其實你的病已經好得七八八 我看這些藥都是馬醫生給你 用來舒緩你的傷風感冒而已 吃不吃也沒甚麼所謂 OK醫生, 這樣就OK了嗎? 你不用開別的藥給我吃嗎? 我是OK醫生, 我說OK就OK了 你放心吧, 你已經康復了 不用吃藥了, 下一位吧 俊太太, 我們先去車吧 好 我帶你去旁邊看個中醫 為甚麼 阿雲, 你真是一塊雲 走得好像撞死馬一樣 小柴湖湯, 是周先生的 周先生, 剛喝的, 你的, 和你 是, 送老醫師, 麻煩你一共撿三劑 一劑在這裡喝, 兩劑落法其佈 送口要加應子, 不要生紮餅 收到 我下一位 是呀 馮太太, 天減了 還是送醫師, 你也要洗得了 我喝了十劑八劑, 血脂減低了 吃藥有效就好了 馮太太 一陣子不見, 漂亮了這麼多 這裡有一部新鮮出來的時裝雜誌 才是聰明的 你坐下媽媽看看, 很快 每次都這麼急才行 破壞了我這邊的規矩 謝謝 請坐 送醫師, 我一邊幫你做的無間道 一邊出道醫院的薪假 要不是你媽媽, 我真的不會這麼做 是呀 怎麼樣?看哪裡不舒服? 旁邊的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我沒有病, 連藥都不用吃 但是我經常覺得身體不舒服 中西醫最大的分別就是 西醫只能夠醫病徵 等病快的時候減低痛楚 快就是快健效一點 不過不可以斷尾 但是中醫就不同了 中醫就可以深入病根 找出病源, 正所謂顧本培怨 效果雖然慢一點, 但是更見功效 又不見得中醫什麼病都治得好 醫學的事就是日生絕矣 西醫也好, 中醫也好 都是邊學邊做的 別說邊緣邊派, 這邊高點低點 多做好 行了, 我明白了 我只是想拿張太太的病歷 過來送醫師參考一下 謝謝 哪有這麼好心 不過不是想借熱過來偷師嗎 你怎麼想不要緊 我只是想盡分我做醫生的責任 尊重我做醫生的專業 懂得說尊重的就請回 現在她是我的病人 她的病歷我會慢慢看 好, 張太太, 祝你好運 好, 張太太 你倆答對了 兩人夠了嗎 是 老闆, 多時吧 大蝦, 肥雞, 海斑, 蟹 還有甚麼還沒買呢 媽媽, 今晚又不是做事 買這麼多菜做甚麼 難得你肯出來陪我買菜 幫我拿這麼多東西 當然買多點 還有三個洞買西油 你說胃痛, 你還吃西油 妹妹今晚回來吃飯 妹妹喜歡吃西油 她說西油夠酸容易減肥 我煮多點菜給她吃, 讓她吵肥 她要瘦, 要有肉腿才行 我留下東西 媽媽, 拜託你別這麼重阿妹 不然以後再重壞了她 你一定會被人罵就行了 你知道, 她在那邊生的 她跟你是同一個爸爸的 你還生他嗎 剛才她打了電話來自首 她還好說 她經常帶我病人到中醫館那邊看 我還沒說她 你過去跟別人吵?那你有沒有跟她吵架 那倒沒有 我們有教養, 有你優良血統 真的會胡亂跟別人吵架嗎? 媽媽知道你的心難受 不過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十幾歲就來了香港 媽媽又不可以跟在你身邊 無論如何, 人家那邊照顧了你幾年 現在又過了這麼多年了 想起來, 要不是他們 你也做不成醫生 我不管那麼多 好, 總之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你 最重要是你開心就行了 他們不誇張你, 那我就沒事了 那你真的答應了 他今晚過來吃飯, 你別欺負面 好嗎? 好 那我去買東西了 老闆, 有沒有留給我? 當然有, 留給你一個漂亮的豬肺 你兒子很喜歡喝豬肺湯 是呀…我們全家都喜歡喝豬肺湯 快點洗吧, 老闆 我還要回去洗豬肺, 是嗎? 我還要回去洗豬肺湯 今晚我幫你 不用了, 菜湯冷了, 叫你爸爸更好了 爸爸是禮遲的 他說來有事也不來 我們吃著等他就行了 一家人吃飯, 一家東西一起做 或者他在塞車 你們坐下喝湯, 我拋出來 我拋了, 你坐吧 好, 乾杯 東媽, 哥哥還在生我嗎? 他肯跟你說話, 已經生完了 難怪他這麼久都不跟爸爸說話了 爸爸 來了嗎? 還沒開飯嗎? 炒一碟菜就可以開了 不用炒了, 這麼多菜炒什麼東西 好, 坐吧 對了, 大醫生給了我嗎? 謝謝姐姐 這麼正確? 用不著開著電視機嗎? 那些湯可以喝嗎?哥哥 當然可以喝, 拋好了, 喝湯 你喝我的碗嗎? 你來喝了阿喬的中藥 他叫我戒內臟 這湯給我包兩碗 等我有空弄好東西來喝 好 不用現在拋了 人家說打包回去, 才有空喝 那你就有空才拋, 先吃飯吧 湯呢?讓我來攪拌吧 裝得好一點, 沒村崩 不然你媽媽整天餓餓了, 知道嗎? 是呀, 叔叔在鄉下寄了方訊迷 他今年八十歲大壽 想請我們回去喝 我哪有時間去 他真的很想我們回去喝 但是他… 因為整天爛迷我, 你想開心嗎? 不是, 我… 其實阿喬已經很大量了 又讓我過來吃飯 又讓妹妹過來陪你 算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想弄得家吵奧貴 你想開心嗎?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 TVBUSA的官方頻道了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的精華片段了